临终后没有瑞相,能证明往生吗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临终住年遇到一件颇有争议之事,一向姓女居士如素念佛四十余年, 平时信愿俱佳,晚年感染药毒症,就在临终前一段时期痛苦不堪,神识昏迷。 然而就在往生前大约二十分钟,突然被佛加持,随我们住念团大声念佛直至往生。 我本人也在现场,深感佛力微神不可思议,住念四年来,第一次看到人在念佛中往生。 本来想作为一铁证大为宣说,以激励莫法人求生净土之信心。 但随后,住念,二十四小时后,亡者身体并不柔软,于是一些居士便以此认定他没有往生, 并探测亡者的温度,热度在腹部,更加证明此说。 更有居士质问我,你有天眼通吗,怎么判为往生? 请问瑞香真的重要吗? 舍林中念佛之瑞香不取,而取顶圣眼生天之说,对吗? 是剧足某一瑞香,还是看多种瑞香? 在这个问题上,是不是非得要执着这些,并借用温度计,探测仪,这如法吗? 这些疑惑也是大众堪忧之处。 大安法师答,这个个案提得很典型。 判断一个亡者能不能往生,我们确实都没有天眼通,宿命通,不能从这个方面去判断,也没有必要从这方面去判断。 主要还是要从信,愿,行是否具足方面来判断。 这个局势念佛已经四十多年了,平时信愿都具足,晚年生病,在临命中时的二十多分钟突然得佛加持,清醒了,而且随着大家念佛,他也在念,哪能不往生呢? 能不能往生,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判断,但是对佛的话,我们总要相信吧。 佛在经典当中讲,具足信任,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。 不仅人能往生,乃至冤飞如动的众生都能往生,八个鹦鹉都有往生的。 那这个念了四十多年佛的女居士,临终大声念佛直到往生,还能怀疑他没有往生吗? 你怀疑他没有往生,那你是对佛的话都有怀疑了。 你不能把身体是否柔软作为他是否往生的依据。 一定要在是否具足信任持名上,作为他能否往生的依据。 不要去执着这些瑞相。 比如身体柔软,身体柔软就能证明他往生了吗? 生天的人他也身体柔软呢? 如果说一个不念佛,不求生净土的人,他也身体柔软,你能说他往生了吗? 你不能肯定他往生,你怎么就能反正一个念佛人临终也是念佛走的,他身体不柔软,你就反正他没有往生呢? 这些都是不能去执着的。 鼎盛眼升天,博士有个记子,确实这么说过。 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拿去探视他到底哪个地方热,哪个地方冷,还要用温度探测仪去弄,这些没有必要。 如果他没有死之前,你看来探去,探得这个病人还生烦恼,一生烦恼反而你障碍他往生了。 再说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,阿弥陀佛临终皆隐,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保证。 众生是什么样的情形,他多生多节的业力差异性很大。 所以你不要非得用一种形态来判断,如果一定要用一种形态来判断,就是看他否具备信愿念佛,在这方面去判断。 如果仅从这个案例来说,我想他念佛四十多年,也具足信愿,临终也跟着大家一起念佛直到往生,那就可以判断他往生了。 你不要用其他的支箭来否定他往生。 更何况往生不往生这件事情,我们都只能根据佛言去判断,还是要善意地去谈这个事情。 世间法也是从惩罚的角度,两个东西都有怀疑的,就从其轻。 如果是一件好事,两个地方都有怀疑,就从其重的,好的那一方面。 大家都认为他往生了是一件好事吗? 大家都心生欢喜,而且他是很有可能往生的吗? 你一定要说他身体不柔软,他往生不了,让大家都不开心,让他家属徒增烦恼。 你又得到了什么呢? 又对这个病人有什么好处呢? 所以一方面要根据佛经圣言量来判断,另一方面也得要有种人情事故的恋达,不要执着一个地方来否定另外一个东西。 注念这方面,情形非常的多样化,每个注念的人都得要有正知正见,同时观察非常细微,结论不要随便下,尤其是负面结论不要随便的去下为好。 如果这个事情是如实的报道,在我看来,这位相居士还是往生了的。